1月份 在5月天 人声无限公司演唱会台北战围场 接近ending的时候 周杰伦突然登台现唱至一波青春回忆杀来袭 至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足够 我天天都品尝着寂寞很多人的青春里有个周杰伦 周董一首 等你下课 刷了好久的屏 赚了不少歌迷的眼泪 自1998年发行第一张专辑 5月天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年头 只要听到他们的歌声就记不起我们已经长大 真羡慕杰伦啊 你们有月伴了的周杰伦 他像个浪漫的说书人 用一个又一个古色古香的爱情诗句向大家渲染爱情 教大家纯情简单爱 知乎上有人说 如果有一天我不再喜欢5月天了 那我就真的被生活给打败了 还有人说过一句话 在你跌倒的时候 苏达律会陪着你哭 5月天会拉你起来 5月天 倔强 因为阿信他们懂我们的倔强 唱出了我们藏在快乐面具下的真心与无奈 孤独时陪我们崩狂 低落时鼓舞着我们继续追梦 勇敢前行 5月天用音乐陪伴着我们一路成长 一边歌唱一边做梦 连眼泪都被赶化成了我们眼睛里的万花筒 成长之痛 爱情之伤 孤独之重 便知5月天这二十年来不变的主题 与不断在治愈我们心灵的解药 5月天的歌里 有太多我们的痛病快乐者的曾经 高考结束的那天 全班唱着离开地球表面 一颗心扑统扑统的狂跳 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 5月天知足 天上的星星 像地上的人 总是不能懂 不能觉得足够 5月天突然好想你 突然好想你 你会在哪里 脑海里忘不了5月天的那首 纯真 长长的路上 我想我们是朋友 如果有期待 我想最好是不说 这些明亮清爽的画面 也许是烹人心动 也许是一探神伤 一直以来 主唱阿信陈景洪 团长怪兽温上益 吉他手石头石井行 被厮守马莎 蔡生燕和鼓手冠牛刘浩鸣组成的5月天 摇滚乐唱的是爱 梦想 勇气 如今在华语乐坛享有天团的美誉 曾经 有一家炸鸡店开幕 想要请乐团来热闹一下 没有舞台也没有丑毛 还要自己带乐器 但可以现场吃免费炸鸡啦 一提到这个经历 5个人就忍不住大笑 打开任意门 回到1992年的台北师大副中 所有故事都从这里的吉他社开始 1993年 师大副中吉他社在怪兽和阿醒的带领下 成为了当时副中最大的社团 并且成功举办了一个成果发表会 当时的社员石头和马莎也在那次发表会上进行了表演 那是他们人生第一次抱着吉他唱歌给大家听 1997年 为了报名参加野台开场 在台北街边小摊上 5个人经过商讨 最终决定将马莎的网名Medi翻译成中文五月天 用来命名自己的乐团 直到现在也没人能说清楚 到底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 也是在1997年 在大安森林公园有一个两天的演唱活动 那时午夜天因为刚出道 只能唱下午场 阿信一个人坐在偌大的公园 几个小时前还是舞台绚烂灯火辉煌 那时我就想 我们做了那么多努力 就一定不能输 唱的歌要比谁都好听 演出要比谁都精彩 阿信说 青春的姿位长得不够 没有疯狂怎么能算活过 为了实现理想 阿信每完成一句歌词 就要面对99句的失败 因为他写歌词 写100句大约只能用一句 终于 阿信带着五月天成为了华语乐坛知名度最高 存在时间最长 最受欢迎的摇割乐队 他们的迷人之处就是治愈于暖心 五月天带来的不仅是心灵上的力量 更是一种信仰 在五月天的歌里 藏着我们整个青春 特别是阿信写的歌词 每字每句 都像是我们的青春心路历程 没有酒精和毒品 只有梦想 有趣的经历和动人爱情故事 他们带给我们的是正面积极的摇滚乐 他们唱爱 唱梦想 唱勇气 唱青春 唱生活中里我们共同的回忆和故事 也因为五月天的出现 金曲奖从2001年起开始设立最佳乐团奖 第一届得奖者就是他们 2001年 因为阿信 马莎和怪兽要入伍当兵 石头又将前往英国留学 所以乐团宣布暂时解散 于是 五月天举办了第一次巡回告别演唱会 你要去哪里 那次演唱会开爆台湾彰化体育场时 两万名歌迷前往纵别 在台下哭成一片 那天的张话下起了大雨 唱到最后 阿信在舞台上对大家说 回家吧 不要 两万歌迷的声音回响在雨中 回家吧 不要 没有歌可以唱了 两年后 五月天在台北市立体育场举办了天空之城付出演唱会 四万歌迷到场 打破了台湾有史以来最高售票人数记录 五月天有次上 鲁豫有约 鲁豫跟他们来了一个约定 希望五月天能在北京鸟巢开一场演唱会 当时五个人觉得这是玩笑话 没有人当真 四年后 他们再次做客 鲁豫有约时 却是为了在鸟巢演唱会的宣传 这支平均年龄超过自十岁的乐团 曾经站在无数人的青春里 给过许多人做梦的勇气 多少人走散了 老去了 只有他们 还始终像是站在青春之上 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演唱会上说 有一天我们会拄着拐杖上台 只要你们肯把手中的荧光棒换成拐杖 一起带来的那天 我们还是会为你们而唱 戴上耳机 心里的声音在沸腾 要靠什么去命呢 嗯 我想还是五月天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